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糖立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島素阻礦,延長胰島素,及幫助糖尿病患者回復日常生活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第三節回來,我再講教師的壓力,學校的壓力,校長的壓力 我們公道點說,為何238想講這個題目呢? 其實我不是想執人首尾,亦不想像打落水狗 當然校長有些什麼,我會講一點點 我不是要去博收時,因為我沒有收時 我們本身講這件事都過了兩個禮拜 上次的音樂就很新鮮 不過我們真的想講,由小到大,什麼人都見過 因為238未做現在這份工作之前,未深做,未考到Degree之前 他就是做教師的 是的,可以講一下,我爆這一點點了 當然我叫238,大家只是做238 我網名238 我在做現在的工作,勞工事務店很多 或者是跟很多外面的打交道之前 以前我教書的,我也教書 不會說有沒有資格講這件事 我也教了七年書 你教七年書都未必有資格講 做了一年開兩次會的校董就可以講 他講得很漂亮 我層次低,我教師又沒有成績 一定是這樣 但我都講一下 他都沒有教過書,只是邀請他做校董 是啊,有人邀請他校長 他說他遠距了,因為他覺得校長不好 會逼先生去做 不覺得會的 是嗎 為什麼要邀請校長呢 其實很多事都要計算資歷 有一屆校長一定會做到 馬祖學校有很多校長 跳舞學校校長 跳草裙很厲害 現在都是這樣 我們講回政經 講政經了 其實我以前教過七年書 小學中國都教過一下 喜歡教小學 其實 其實 我想問你 其實我知道 學科問問你 好 這個就是教師 前教師 為什麼會轉行 為什麼你轉行 講回頭 是不是因為你考到Degree 所以轉行 還是因為什麼 兩回事 當然那時候 這集好像名人專訪 不是 其實 老實講 一個人從一個行業轉第二個行業 一定是有一個原因 還有做了七年 就是人工都OK的 是 講回以前教書先生 講回現在 如果我以前 一直沒有轉 到現在其實教師的人工 你教學院畢業 或者文憑教師 起身點 都兩萬二 應該是兩萬八 現在一個頂點的普通文憑教師 就是以前的師範畢業 什麼都不讀書 讀到現在 現在五十幾歲的人 都有師範畢業 那些 現在的頂身點 都四萬六千四百二十元 不少的 做一個小學教師 就是這樣 如果你那時候 又考到 你現在 即使當你 升不到什麼 都行 講回頭 講回數據 如果你轉了一個 在中學教 其實小學都有 學位教師 現在以前 我那時候是沒有的 小學沒有 高中 中學教師 就有學位 學位教師 他那個 起身點 十七點 誰知 三萬三千二百九十元 去到十六點 如果你不升職 去到二十九點 就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元 都很富貴 當然 如果那時候到現在 就搞三十年書 起碼都升過主任 一升過主任的時候 人工 就會去到三十三 就七萬零九百元 就是二三百 就是這樣 很尊敬 你不要 以這個錢銀的高低 我有個老友 對人的態度 以錢銀 他值多少錢 就像黃金鑽石 就給你多少態度 我出去 就笑面迎人 我就厲害了 你都放棄了 對 我放棄了 當然我拿到更好的東西 可以這樣說 其實那時候問題是怎樣 其實那時候教書沒有問題 講回以前教書 那時候師範出來畢業 教小學 其實看你好不好才 如果你教官校一樣 應該會講一些生態 講一下那些古惑的東西 那如果教一般進校 人工和政府一樣 只不過你沒有那些長糧食 而津貼學校那個特色 就是跟政府的目標一樣 五條 那個情況就是 那時候我講一下 我馬上會轉行 好嗎 那時候我教小學 那時候有些 我那個時候 我未夠21歲 我已經教書 就好像大匪當中那些 腦水未生為 人生沒有經驗 就出來學人子弟 那些就會這樣 如果一直教來 真的會這樣 都分享一點點 那個情況就是 我教了一兩 教了 我轉個學校 身後教學我都做過 那我轉了一家學校 到我第四年 轉了一家學校 那時候我就教 第三年 我教學幾年 我跟我合作的 其中一個老師 他五十九就快退休了 六十 那他很自豪自己 是做教師做了那麼久 他就供過兒子 去外國讀書 那樣 但有一件事 令到我要轉行的 是什麼呢 當他五十九歲 他夠一年班 二年班的時候 那些小朋友 整股他 你捉我呢 你捉我不到 那些東西 但他五十九六十歲 他開始機能慢 他捉不住那個小孩 他說那個小孩 你不要引我 那樣 那我看 我現在才爬鬆一點 那時候不是現在 我做到六十歲 都是這樣的款 我就被小孩欺死 我不合潮流 我覺得 catch up不到這個社會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 安定還安定 當然了 安定的工作 你還有其他選擇 那就是讀書 讀野校 讀書 拿到學位 然後就 做一些學位 有學位的人可以做的事 還有考一些 視覺不是教書的工作 很幸運 我都轉到 所以爲什麽我會講這麽多故事 因爲我很多同學 我最好 我最老友的同學 全都在教書 所以他很多故事 我們知道 我的故事講完了 我拍就是這樣 今天呢 我又講講 教師 他面對的壓力 我們分析一下 具體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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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實 有什麼事實 學位 師範出來 合約 長工 全部有分別 沒錯 每一個人 尤其是新入職 沒多久 很多時候 因爲未簽到約 每一天都要打拼 怕調校 第二 現在不能看佛 罵也不行 沒錯 亦都怕 那些人 就全部都是金波 就是我們古舊的學生 以前那些生很多件 他沒有時間教 他想你幫他教 兇些都不怕 那現在呢 現在每個生一件 每個生一件 那些怪獸家長 分分鐘就投訴 那就是第二 第三 用目標為本 那又要做很多課外活動 沒錯 那有時候 自己本身都不聰明 那又做得一般 再加上呢 還要回去大陸 一個國情教育 是啊 交流 每一個人都有政治取向 但是當你 上到大陸 我不是說 好還是不好 這個就是他的壓力 沒錯 還有 現在多了通識科 是啊 通識那個時候 其中一件事 當然那天課程改革 但是通識科 有些事該講不該講 如果你真的教那個 就是可能他很聰明 通識思維 靠他通識思維 那轉頭他有一些行為 做了個學生 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 現在香港人 不容許建制派不喜歡 不容許的 你做他先生 你也有壓力 很大壓力 還有 就是 各方面同事 群體 開會 校董 也都因為殺校 收不夠學生 又不能小班教育 沒錯 那好啦 殺了一家校 已經少班了 少到沒得少 千萬不要得罪 我連叫你踢你槍 我都不覺得 踢你槍就少了 是啊 好啦 那你說 做個教師的壓力有多大 第二 校長也是面對同一場 沒錯 我們要講這個 成績不好 少人來讀 是嗎 倒閉 學校 倒閉 倒閉 這裡我要提一點 其實我不是幫那個校長講 但其實校長都有壓力 問題是什麼呢 全香港其實有大校細校的 所以大校細校 就是你的學生的數目多少 你的班數數目多少 如果中學校長有分一級二級的大校和細校 大校的校長 可以去到masterplace 由政府那個升級點 49點 再上就是會變成首長級的 他可以去到49點 十二萬九人工的 但如果你現在學校不夠大 你中學 你變成二級校長 你就會灌到十萬零五千元 也不算少 但是以前我以前教過書 為什麼我要走呢 其中一件事 就是當我背棄這個行業 問題就是殺校的情況 因為其實我出來教書的時候 開始那些小孩笑 殺校 講壓力 講那個壓力 問題是什麼呢 原來 如果你是津貼學校 你不是政府 其實你在這間學校那裡做 你當你這個學校死了 你跳到另一間學校 你做不上校長 做不上主任 你的項目會跌下來 老師那個 所以其實那些校長 和那些副校主任 是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他們不可以被殺校 問題是什麼呢 當你學校越來越少 本來你做大校 二十四班小學校長 你的人工呢 就可以去到 九萬七的 但突然間你 如果你二十四班那些 當然是 但如果你收生不足 你只有半間學校 比如少得兩班 少得兩班 你小規模 哇你跌下去的主任 你就七萬元的工資 你做主任的事 你做校長工作 即使你兩班 也好 四班也好 十二班和二十四班 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你做校長 又是要去批示 又要去教育處 教育交通局開會 教育局 你又是要那些 所有批文 什麼什麼的 你都要做 但是你的人工少這麼一折 其實壓力很大 所以也都這樣說 為什麼有時候 你覺得那些校長 我不是幫他們講笑話 那些校長會捏得那麼緊呢 大匪都分享了 人有惰性的 有些老師 譬如如果他是一個長約 他不是連連續 連續有連續的困難 如果他是長約 簽了permanent 那些 我親自見過 有些先生就會 馬上吃了十香丸 跟散 馬上吃了 因為一個問題就是 他自己 他不升職 因為那時候政府 二十幾年前 如果你現在校長被殺了 政府是優先一定要 將這些教師 介紹去其他學校 要他們 從全香港的中小學講 津貼那些 你不准簽一個contract 任何的先生 新先生不准簽 新畢業都不准簽 一定要等這些 過程教師 或者哨教師 全部都下了 有人請了 你才簽的 所以那些先生 譬如他真的很懶 那些 有些真的很懶 他們是怎樣 老校 常常 改花名 叫老校 人家教過書 人家都知道 什麼叫老校 校長的花名 抵毀他 管人那些 老校 管人那些 就管著他 那他就一路扒 你叫他一路扒 好像你剛才講的故事 我有空又不上學 那些先生 整天不上學 不教書 那些學生 學不到東西 又深散 又差 那些bending又低 哇 殺校沒緊要 早十幾年前 中學都殺的 那時候 一殺的時候 怎樣呢 孫生沒什麼 你政府要派我去別處 我怎麼都見得成功的 就算去粉頂沙頭角 我都有教 但校長跌下來是怎樣 天堂跌落地獄的 所以他們要練得這麼緊 有時候是有些原因的 因為其實是兩方面 現在呢 搞統局 或者叫做 教局 滲透式國情教育 那些 學生有時候 不聽教 突然間出來 帶了 比如現在所謂的 國歌法 國旗法 他控制不到 一個小充 老師控制不到 校長也控制不到 是呀 凡理演那張照片出來 你的校長死了 又死了 還沒算 還有一個最嚴重的 先不要說殺校 最重要就是 我先保住飯碗 這就是保住飯碗 這個一定要基本的 那我就 保住飯碗 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直肢 是 是 第二 新產品 Band 1 Band 2 Band 3 Band 3 第三 這個才是 最重要的 就是 所謂的 英語教學 商語教學 還是武語教學 武語教學 如果 好像早前那樣 如果你聰明了 你的學生就行了 那就英語教學 多人來 上門敲門 然後 然後 武語教學 自己的評級 已經去到 這樣了 又怕收生不足 尤其是佛教學 最嚴重 因為佛教學 不會看佛 一定會 是 佛不佛得 就是慈悲為懷 問題就來了 其實現在殺校的 大部分 中文中學 中文中學 佛教小學 佛教小學 中學 最多 練得不緊 因為他們練得不緊 校長太仁慈 是啊 他們本身有些 是有 宗教信仰的 就跟這個天主教 和基督教 你就留意到 分開了 那沒有了 連信仰都要包括在裡面 是啊 那就知道 校長的壓力 和一個先生的壓力 我們不要說了 其他 那我都說了 曾經以前有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沒解決 八字的叔 那我都說了 不要一觸高打死一船人 是吧 大家諒解 還有呢 有時候呢 每一個人 就是自殺 一定有原因 就是到最後 自殺一定有原因 但是呢 不要將這一個人 自殺 因為永遠都是 就好像《蘋果日報》 以前最壞的 陳健康 死了我老婆 然後第二天 他還給你錢 帶他去 叫他領導 然後拍照 然後就說渣男 是做新聞 是製造新聞 現在的KOL也好 或者趙先生也好 在我心目中 我真的看你們不起 其實這裏呢 我又拆開講多兩句 這節講多兩句 有時候我覺得一件事 有些人可能說 我們今天的節目 都是講這位老師很慘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重點是不同 其實 各方很多人在消費他 拿他的慘 拿他的死 來攻擊另外一方 譬如學校 那些老師 拿他來攻擊所有學校的管理層等等 不是每個都是這麼壞的 我都見過那些好的 反過來 老師 這位老師真的很慘 但是有些老師 他令到人很慘 都見過 有些做些事情 像承仙那個 扮跳樓那個 我第一節講的 都是一樣 所以 佩佩大飛說一句 不要捉膏打殺算人 有時候 就是拿一件事去講 我們下次回來 再講一些制度的事情 還有講一些 那些老師 即揭開這件案子 就那些老師 怎樣鼓劃 那些校長怎樣鼓劃 講一下管理的事情 好 下次回來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 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